小豆豆说电影 女医秀珍一个病危女子 和借空有着暧昧之情 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 庙里住着老和尚和一个小和尚 寺庙位于池塘中央 这里与世隔绝 只有徒孙俩相依为命 这年春天从小调皮的借空 对什么都充满着好奇 为了给自己找乐子 他用石头绑在鱼儿身上 绑在蛇身上 这个把自己乐坏了 却不知动物的痛苦 而这一切都被老和尚看在眼里 看到这一行为 师父并没有制止他 而是用同样的方式 让他感同身受 夜里当借空睡着时 师父抱着一块大石头 绑在了借空身上 次日早晨 难受的借空 让师父帮忙解开绳子 师父说 你不也这样对待动物的 这时的痛苦 让借空明白了一切 可当他想去解救小鱼和蛇时 他们早已失去了生命 借空嚎啕大哭 但这都不能挽回自己的过错 转眼20年后的夏天 借空已经长大成年轻小货 这天按照师父的指示 下山去接人 从远处慢慢悠悠 走来两位女子 借空在这个山里 除了自己的师父 别的活 我仍然是一个没见过 更谈不上女人了 从借空的眼神中 透露出一次的暧昧 借空也没愣着 街上这两位女子 就去了寺庙 灰色衣服的就是女主秀珍 旁边白衣服的是他母亲 他们来到此处 就是为了帮秀珍抗争病魔 由于秀珍情况严重 需要暂住寺庙 多休养几日 次日妈妈就离开了这里 男人见到心仪的女生 都会情络初开 我们的借空也不例外 毕竟这是男生的刚学 这么大的寺庙 是抬头不见低头见 一次借空误打误撞的 看到秀珍换衣服 这样的风景 对于懵懂的借空来说 简直是人间天堂 这尴尬的气氛 并没有让两人脸红耳赤 大家都是成年人 看见就好嘛 把门关上换好衣服的秀珍 就去打坐 由于太累 就躺在地上睡着了 借空怕他着凉 立马找来了厚厚的被褥 帮忙盖上 可当他靠近秀珍时 心中动了邪念 掀起被子 一只手就伸了进去 万万没想到秀珍没睡着 一巴掌扇了过去 解空立马跪在佛像前祷告 佛祖罪过罪过 意外的是秀珍缓缓地 将手搭在解空肩膀上 本以为有戏 可老和尚来得及时 打断了两人怂恿的心 两位年轻人是干柴烈火 彻夜难眠 难道秀珍得的是心病 次日 解空带着秀珍出去散心 解空那颗骚动的心 久久不能平复 在他的软磨硬泡下 一对孤男孤女 没能抵挡住诱惑 解空抚摸着秀珍的脸庞 然后顺势而下 然后就看见了四只脚 在蹬沙子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这段剧情全靠脑补 事后呢 解空就背着秀珍回寺庙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他俩一有空就为爱鼓掌 在解空的陪伴下 秀珍的病情也好了 所以说遇到烦心事 一定要把心态调整好 来个第二春也不是不可以嘛 不过得注意家庭和谐哟 两人的暧昧很快被师父知晓 师父也是个通情达理之人 也许他也是过来人 看得开 这种事嘛 属于人之常情 看着痊愈的秀珍说道 这就是你最好的解药 病好了 我就送你走吧 师父 这不是要棒打鸳鸯吗 因为师父认为 淫欲唤醒了战友的欲望 这会导致杀身之祸 面对离开的秀珍 解空是嚎啕大哭 虽然是百般不舍 但是无可奈何 夜里 解空彻夜难眠 决定出去寻找自己的真爱 临走时 他带走了佛像 而师父知道他会离开 并没有挽留 也许真正的路需要自己走了才知道 时隔多日的秋天 师父意外的从报纸中看到了 解空杀人的信息 他知道解空不久后会回来 果然 解空带着佛像和一头乌黑的长发回来了 他抱怨这个社会不公 嘴里说着只有我 去跟别的男人跑了 是女人现实 还是自己也太窝囊 在寺庙里 你是他最好的解药 在社会上 有钱才是最好的解药 所以借空一气之下 杀死了秀真 跑回了寺庙 虽然在波门境地 此时的心也不能平复 备受心魔的折磨 不能接受自我 用写着B字贴 贴在了自己的嘴和眼睛上 想为此了结一段恩怨 也算是为自己解脱 但这一切都被师父阻止了 痛打了他一顿 虽然你能轻易的杀人 却无法轻易的杀了自己 也许人对自己总是那么仁慈 为了减轻内心的痛苦 师父让他刻字来平息愤怒 这时两名办案的巡警看到 即将带走他时 师父恳求刑警 让其刻完再带走 这两名刑警 似乎很同情大理 直到等到第二天清晨 才带走了借空 借空走后 师父同样在纸上写上B 贴在了眼睛和嘴上 然后点火自焚了 这样做也许是为了 让自己的灵魂为借空救赎 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他而造成 所以他也为此献出了生命 时间一转几年过后的冬季 借空行满释放 他回到这个曾经熟悉的寺庙 一样的屋子一样的人 唯一不在的是师父 借空还是那个借空 但心更成熟了 日后他认真对待生活 勤学苦练 参舞道义 直到这一天 一位蒙着面纱的妇女 带着一个孩子来到了这座寺庙 夜间他偷偷将孩子 放在了佛像前 转身离开了 却不幸的掉到了冰冻里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一个春天又送了过来 春夏秋冬四季往返 小庙里的宿命 人生的宿命在一幕幕上演 借空也许就像当初一样 被父母抛弃 背景里香的和师父生活了大半辈子 不懂情理的他 做出了让人难以挽回的事情 但情路初开的我们 何尝不是为情所困 为了爱弄得死去活来 最后冷静下来想想 那时候的自己真傻 这世界离开了谁都能过 是你喜欢的 同样也是别人喜欢的 且行且珍惜 好啦 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 下面神评区就交给你们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这里是小豆豆说电影 点击关注不迷路 我们下期受害影片再见 Mu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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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ah